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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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应梅比乌斯的意志而进行各种移动 在网视热土的剧情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信的强者 这些都会在他身上同时体现 让人分不清楚哪一面才是真正的梅比乌斯 梅比乌斯在设定上并不是一位行规导致的科学家 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中 我们也希望赋予他一些突破常规的能力 他的某些招式带有吞噬的效果 能够在造成伤害的同时 吞噬目标的力量为自己所用 他又能够消耗这份力量 来发动最多三段的特殊攻击 每段特殊攻击都可以衔接不同的招式 只要利用好这份力量 梅比乌斯就能轻松地压制住敌人 并将其吞噬殆尽 梅比乌斯的原型之一呢 就是伊甸园中的那条蛇 在原本的故事里 是蛇诱惑亚当和夏娃 吃下了善恶术的果实 让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 但在故事中 蛇虽然也受到了惩罚 却并没有提及它的下场究竟如何 那我们其实可以做出这样的一种假设 蛇或许并没有被赶出伊甸园 或许蛇在后来 还吃下了生命之术的果实 成为了一条永生不死的蛇 或许甚至在更久远的未来 甚至可能会成为伊甸园的主人 正是在这样一系列的假设 或者说可能性的影响下 最终才诞上了梅比乌斯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们是网视乐图这座乐园 如今的主人 也是在暗中一步步引诱着来访者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踏入自己的陷阱 去吃下那颗静果的不死之蛇 但同时 他也是梅比乌斯博士 一位理想到趋近于疯狂 穷其一生去追寻 无限的进化之路的学者 人类所拥有的无限的可能性 这正是无限这一刻印 真正的意义所在 也是梅比乌斯毕生的信念与追求 你也要小心了 因为蛇已经盯上你了 你也要小心了 我可以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